警方拘捕赤章男 一度控告他不殺 事後更加被揭發 他們的處理手法很有問題 但警方只有一句抱歉 慘被鬱的事主已經回軟射 哥哥昨天在張超雄陪同之下 去投訴警察和正式投訴 我們在這方面懷疑口供捏造的問題 另外在錄影口供裏面 都出現了很多引導性的問題 為了警察得到一個合適的答案 他才停止發問 家屬提交給警方的投訴內容 總共有11點 包括沒有安排家人陪同錄口供 沒有安排食藥和生理需要 沒有即時處理不在場證據 以及高調發封錯誤訊息等等 警察方面單憑初步的口供 對外公佈 說抓到一個疑犯 拘留的時間超過了48小時 這是我們認為是一個無理的拘留 當中亦首次披露 在事主家取證時 涉嫌已同樣引導性手法檢取證物 企圖增加指證事主的證據 哥哥指今次投訴涉及這宗案的警員 與相關決策人 現階段會先等警方回應 再考慮如何跟進 不排除有了一步法律行動